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5月6号主日是我们教堂 圣耀汉维亚内教堂的蛇三圣母游行日 时间过得很快 大家还记得2009年我们第一次的蛇三圣母游行吗 大家看到这个应该马上就会想起来 那一年是我们的第一次游行 我们的游行是在细雨绵绵中举行的 虽然那天的雨从开始到结束 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转眼间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 可是很多人大概还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们会选用蛇三圣母作为我们游行的主题 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其中的两个重要原因 那第一个就是很多的基督教会的兄弟姐妹对天主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那就是他们认为天主教会是信圣母拜圣母的 可是透过蛇三圣母这一宗像 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 圣母把耶稣高高的举过了头 就是在告诉世人 耶稣是你们的救主 祂是你们的信仰 所以我认为 蛇三圣母等于是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堂神学课 圣母在清楚地告诉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基督是我们的信仰 当然我们天主教会也是给予圣母很高的敬礼 因为圣母给我们带来了救主耶稣 圣母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友 在生活中信望爱三德的典范 所以选用蛇三圣母是我们这个游行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另外教宗本土十六世在2008年的5月24号宣布了他亲自撰写的为中国教会祈祷的蛇三圣母祈祷文 教宗呼吁全世界的人民都为中国的天主教会祈祷 那么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更有一份重要的使命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为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合一祈祷 也为更多的华人的皈依而祈祷 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蛇三圣母游行实际上是一次浮船 是一次信仰见证 也因此我们邀请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无论你是在恰纳汤还是你是在布洛克林 都欢迎你 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家人 在五月六日下午一点钟来圣耀汉维亚的教堂 让我们一起走出去 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 为让更多的华人认识基督做见证 让我们把基督的爱和平安 带到每一个看到蛇三圣母的人 让弗拉省地区 让纽约地区更多的华人认识基督 认识这里的天主教会团体 这个华人团体 欢迎他们 等待他们 关心他们 爱他们 所以让我们一起行动 谢谢